新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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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来跟各位分享这个作品哦 有特色 为什么说有特色 因为啊 这一款作品 卿逆称他为手工饼干 手机挂缓 手工饼干 大家应该会觉得很好笑 怎么会想到手工饼干 我不知道各位 刚入门在做手工饼干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做那个方格的 有没有 四方格的那个方格饼干 那做这四方格的方格饼干 来我走一下 好 像不像一个手工饼干 对它就这样一连串的手工饼干 所以呢 请就直接昵称它为手工饼干 编织手机挂式 那今天教各位编织这一个作品 那这个作品呢 一样是平结跟秘鲁结 秘鲁结是收尾嘛 我们都固定会使用 那这个平结的编织法 看起来好像很复杂 那实际上它很简单 就是平结而已 然后就一个双线的一个概念 今天呢 跟各位分享就是这个作品 先来跟各位介绍 我们今天会用到的线材 好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一个钥匙勾 一个钥匙勾 那再来呢 我们要一个收尾的 收尾这条是50公分的线 这条50公分 好 再来两团 刚好是对比 轻在这个作品设计里面 就很喜欢用它的对比色 因为我觉得对比色出的效果超级棒 所以我用对比色 那这个一条是300公分 深粉300 浅粉300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把它两条对齐 两条 标准这里 量过来 我量了80公分 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80公分 我现在对折了 这一段就是80公分到这里 那80公分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中心点抓着哦 这是长的那一段 有没有 长到无限 无限延长的那个长的 那一个 就这样抓着80公分抓着 然后下翻 下翻 下翻之后 这边 4公分 这边 4公分 好 就把它夹起来 好 固定着了哦 夹起来 好 那各位要记得一件事情 左右 左边跟右边这两条 是属于短线 放着 好 那长线呢 无限长的这个呢 呃 因为我们等一下编法 这次清平节的编法 跟以往不一样 所以清就没有要求 各位要盘线 不用哦 这个这条不用盘线 因为我们家编法 就是不用盘线的技巧 这个技巧很重要 因为其实每一次 这么长的线 绕过去以后 在那边拉拉拉拉拉拉 哦 好辛苦哦 好 我们这次不用哦 清有一个小偷工 然后可以让各位做 好 那我们现在整体 就是这样布线 那这左右两条是最短的 中间两条是最长的 好 我们第一件事情 两条交叉 把中间那两条交叉 也就是说 交叉之后就变成 对比色 对比色 好 第一个 这边 左边先做 右边先不看 左边先做 好 来 抓着哦 抓着 抓着 前翻 果洞 短线好 轻松了很多 对不对 好 拉紧 然后刚才是前翻嘛 现在是后翻来 抓着哦 后翻 果洞 好 拉紧 拉紧了 好 先放着不变 换 右边 一样 这中间是长的 前翻 前翻 果洞 前翻过洞 后翻 果洞 是不是 短线超好 果洞 是不是短线超好 果洞的对不对 好 一样都拉紧哦 好 我们现在是双结了 对不对 两个结了 好 那再来 我们现在我希望我的深粉色 深粉是走线的那一个 所以走线的那个要在上面 然后我们前粉就交叉 深粉是走线的 所以交叉 它在上面 好 来一样哦 前翻 果洞 后翻 果洞 好 我们已经编完左边的 我们现在编右边 一样 一样是前翻 果洞 后翻 果洞 一样哦 都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现在这样子 是不是 看起来很平整 对不对 然后再交叉 可是我有提到 深粉一定要在上面 所以交叉的时候 深粉要在上面 好 一样是前翻 后翻 好 完成这边 来换这边 一样是前翻 果线 后翻 果线 好 那我说过了 深粉要在上面 所以交叉的时候 深粉一律在上面 就对了 其他的就不用考虑 就是这样而已 好 然后交叉的时候 深粉在上面 OK 继续编 我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发现 在整体的编织 技巧里面 如果当您的交叉 要过洞的那个线 比较长的时候 应用这个技巧 来编织的时候 它其实是轻松 又愉快的 但是 很多人认为 这不是平结的 一个编织方式 所以在编织里面 都还是会排斥说 你这不是正统的 编织方式 可是清觉得说 编织这个东西 它就是你必须要 运用技巧 去达到一个效果 这就是你需要的 那个效果 所以不见得就是说 一定要运用到 你所提到的那种 编织技巧 才叫编织 而是说 在您的制作过程中 如果能够让你 轻松愉快 游刃有余的 去完成你的作品的时候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 很棒的一个编织技巧 那这个作品呢 比较特别就是说 它一样都是以 平结的方式来制作 可是在编织的过程中 技巧上却可以 颠覆我们以往 对平结的认知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透过不同的技巧 在编织 在学习过程中 是一种自我的技巧提升 那有时候你真的在 编织的过程中 如果有一些小小的问题的时候 你就可以透过这些编织技巧 来帮助您解决您遇到的编织上的一些 转换的动作 那如果说如果能够好好的运用这些技巧的话 其实我觉得编织有时候会比你想象中更来得更迷人 然后更有很多的乐趣 因为毕竟它不是一个实的 不是固定一层不变的 而是它一直都在变化 好 那当你编织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 就是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把它撑开 撑开 那个手工饼干的效果就会出来 有没有 撑开手工饼干的效果就出来 那如果你编织到现在像青这么编织这么长 就觉得没有位置的话 你可以往上挪 然后一样是夹 好 然后继续编 然后再继续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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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 好当我们已经编到适当的长度的时候 我们就要准备收尾了 那我们现在教各位怎么收尾它 好第一件事情呢 这是我们的钥匙 勾 然后呢双线同时就这样子套过去 可以从后面往前套 套过来 然后呢把钥匙勾这样翻过来 好那这样子拉紧的时候啊 我们的钥匙勾其实就是挂上去了 对不对 就是这样挂上去的方式 然后呢 这是我们的正面 这是我们的背面 好 然后我们用背 正面跟背面跟背面相对 就这样子 好 那把这四条线呢往前穿 我们现在把它拉紧 好 拉紧 然后把这四条线往前穿 好 四条线往前穿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线都拉平整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要对齐 好 这样子的话 它整体才会漂亮 然后我们把刚才挂上去那条线 藏在这四条线的中间 把它藏进去 因为我们等一下拉紧收尾的时候 就看不到这四条线 你看哦 现在是这样 好 现在是这样 然后把它翻折下来的时候 是不是就看不到中间那个挂线的位置 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要把我们的线都拉齐 拉整齐 这样子达到它的那个视觉上的效果 把它对整齐 然后把这个拉齐 反折 好 反折下来是不是这样整齐又好看 这个地方要调平均 好 反折下来 是不是这样好看 好 那这样子的条件之下呢 我们就要来收尾了哦 收尾的方式就是这边先抓着先不动 然后我们有个收尾的线50公分哦 就直接这样对折 对折 放着 然后我们就绕哦 以秘乳结的方式 要拉紧 然后去绕线 然后绕到一半的时候 我想把这个线收掉 因为这样子整体才会漂亮 所以呢 我现在做的动作就是 把它抓着 抓紧 然后把这四条线处理掉 那这四条线怎么处理 可以剪掉 剪掉的时候稍微烘烤一下 因为你不能让它毛毛罩罩 等一下毛毛罩罩的在外面 其实不好看 所以我们把它剪掉 那剪掉之后继续卷它 继续卷 利用线的卷法将它收起来 看不到收尾了对不对 好 那这一条呢穿过这里 拉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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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地方等一下拉它进去 所以这个地方先剪掉 好 剪掉的时候 各位有看到这边是毛毛罩罩 不用烤没有关系 因为它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把它拉进去 这个结在这里 我们就把它拉进去 然后把它轻轻的拉进去 是不是看不到那个收尾的结了 好 那这个地方我们一样把它剪掉 那这个地方因为留着的位置 就是很明显在外面 所以我们是一定要烘烤 透过烘烤来做首尾 线尾首尾 是最完美的 然后把它压进去 好 那这样子透过这种 编织方式啊 我们的手工饼干 手机挂环就完成了 是不是看起来有一点像 然后我们一定要把它摊开 调开 把它拉开 让它有那个饼干 四四方方的一种感觉 看起来是不是就会比较美味可口 好 那这就是今天跟各位分享的 手工饼干 手机挂环的制作方式 那制作方式其实是真的一点都不难 尤其是能够 它只是很单纯的一个平结的编织法 那透过平结的编织 然后来创造出格子状的效果 其实是还蛮有趣的一个玩法 好 那今天请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这个作品 手工饼干 手机挂环 简单又容易制作 那喜欢手机挂环的朋友 其实这款一定要玩 因为它真的很简单 而且它只是透过一些技巧上的转化 就能够让你的作品快速的完成它 这很值得玩的一个东西 好 那今天今天跟各位分享的作品呢 就到此结束 欢迎对亲频道有兴趣的朋友 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 更重要的是 记得回来一起玩手作 拜拜 拜拜